哈囉,各位學員們,大家好 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是握肝 上一次我們講到的是關於瞄準的問題 如果沒有瞄準好,會產生哪些問題 今天會是告訴你們握肝 要是今天握肝沒有去做好的話 會容易發生哪些問題存在 第一個,球,你們可能會常常勾左 第二個,球,會很容易偏右 那當你偏右的人會一直想 我該怎麼去把它勾左回來 怎麼勾都勾不回來 另外一個當然就是你一直勾左的人 怎麼樣怎麼去打都沒辦法偏右 回到正確的回答 那就跟握肝可能會有很大的關係 第三個,大家會比較在意的 常常很多人會發生一個問題 就是常常講雞翅膀 為什麼我的手沒辦法伸直出去 為什麼我在揮出去的時候 我的手都會這樣子縮起來 這樣子的一個動作 跟握肝也有很大的關係 那當然它這個雞翅膀 其實還會有種種因素 待會我會大概提到 我主要會去講就是握肝的差別 為什麼會導致偏右 很多人沒辦法再把它勾回來 或是偏左 沒辦法讓它是在讓它偏右 好,所以第一個 我們握肝我們都知道 分為強勢跟弱勢握肝 所謂的強勢握肝呢 當我在握左手的時候 會看到我的左手的大拇指跟左手的食指 這個的縫我們叫做虎口 當我把球肝握起來的時候 可以仔細看到我的虎口的位置的延伸 肝面當然還是要正的 虎口的延伸會是偏向於我右耳、右肩的位置 那我右手再去握的時候 當然虎口就會是平行 所以簡單來說強勢握肝 雙手的動作會是偏向於雙手往右的感覺 像是比較偏右去把球肝抓起來 這是誇張一點 那弱勢握肝當然是雙手的感覺 有些比較相對於偏左 那左手不會有那麼多的動作 主要是在右手 在握的時候會是比較偏向於 就是往左邊這樣子握 那強勢握肝就是我說的 在強勢握肝會導致很容易勾左的原因是為什麼呢 所以球友們可以回去試試看 如果今天我把左手 握得非常的強勢 好就像是這樣整個這樣蓋上去的一個感覺 蓋上去 這超級強勢 可能這個虎口顏色已經超過我的右肩 都是在右側 這時候我的肝面還是正的 我們知道球打到的時候會偏左 就是因為肝面是蓋的 那因為這樣子握肝的關係 會導致我們在去釋放手腕的時候 會讓肝面握肝的關係釋放手腕 會讓肝面產生很大的旋轉 所以我們的手的活動度會變成是可以把肝面蓋得很多 在一個快速的情況下 我們在揮肝的時候 因為強勢握肝會導致自然在翻轉 你想要用手的力量的時候就會很容易直接翻過去 會讓肝面產生非常的蓋 所以相反的如果我今天把我的左手握得並沒有到那麼的強勢 故意誇張好像是往這裡握 朝向天空 當然沒有那麼多 這時候肝面一樣還是正的 我想要讓肝面回正 其實有限 我沒辦法再轉 有沒有看到 那當然 這樣子握肝的方式 自然而然在擠到球 它會是比較容易肝面是開的 所以大部分打到球 因為往這個方向旋轉 會是在快速移動的時候 手的感覺會是自然比較順暢 所以在揮肝的情況 因為這樣子的握肝導致我們在下來會比較難回正 所以我們人的身體是聰明的 如果我的握肝已經變成是朝向天空的 其實要回正 我們刻意去回正 手會受傷 所以自然而然就會是用肝面是開的 滑過去的方式去擠球 所以就會偏右 那如果說你握肝本身就是弱勢的人 你還想要刻意去把它翻回來 其實很困難 那你硬去做 就會導致很多人為什麼手會受傷的原因之一 好 所以就是說這就是強勢握肝跟弱勢握肝 這是今天我們要講的一個重點 所以球友們可以再試試看 下次再打球的話 比較容易偏左的人 可以去握得稍微比較是偏向於弱勢 故意把手比較偏向於弱勢 就是往左邊握去揮幾球 或者是有些人揮一隻偏右 把它握得稍微強勢一點 去把它順勢的去尻回來會比較好 尻回來 那這只是我們單純講 手的動作握肝會讓你導致在揮肝 手腕的動作怎麼樣比較好做 當然我們不是建議就是說 要你用手去打球 那接著我們提到剛剛另外一點 雞翅膀這個問題 雞翅膀通常都是因為 第一個我們說的 我們在下肝的時候 如果你不會去釋放你的肝面 也就是說我們的 如果稍微偏強勢握肝的人 會比較容易可以釋放肝面 那這樣子釋放肝面 手才能夠伸直 那第二個重點當然還是需要搭配你的腰部 跟胸口一定必須要轉過來 你手才能夠完全的伸直 如果今天就算是我去釋放肝面 我的腰跟胸口都不轉 你還是會縮起來 所以兩件事情 不要產生雞翅膀 你要學會在下肝的時候 腰部的旋轉 胸口腰胸轉動 以及釋放肝面 才不會產生雞翅膀 然後這是我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 主要是握肝 謝謝各位